这个路是去陕北的 唯一一条路 我还不相信他们长的翅膀能飞过去 再等等 来了 来了 驾 来 例行检查 检查 就凭你 可以 你去给张副司令打个电话 如果他同意的话 别说是检查了 你就是把这车拆了 我都没意见 把枪都放下 孙殷长 我是党调处行动组组长 伍伯英 奉上风命令立行检查 希望孙殷长配合一下 上风 在西安最高的上风就是张副司令 没看到这是张副司令亲自颁发的同行证吗 耽误了军机大事 小心你的脑袋 张副司令也不希望看到西安城里 有共产党走来走去 进进出出的对吧 搜 搜 麻了个八字的 你收一个试试 放下 我们这也是执行公务 这怎么回事啊 执行公务怎么弄成这样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在县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这是干嘛 执行公务嘛 对不对 老妇 你肯定话说过了 张副司令的面子得给 对吧 但是也要搞清楚 张副司令家那么多条狗 不能每条狗都给面子 对不对 去你了 二位 二位 息怒 二位 息怒 二位 息怒 我们接到了密报 说是这辆车上有共产党 那我们得搜一搜 否则 那不是让张副司令背黑锅吗 对不对 就你说的还像句人话 行 搜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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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 他们会把你们安全送到陕北的 非常感谢 我看见你再次见 再见 好 再见 谢谢 谢谢 人呢 人到哪去了 陈总 车上确实有两个洋人 但不是斯诺 也没有马海德 是两个牧师 孙明九说 这两个牧师是张副司令 请去前线 给战士们做什么精神洗礼 对 还有一些药物 是给前线战士智商用的 陈总 我跟五组长一直躲在前面 可是我们高了 胡组长 就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陈总 我当时亲眼所见 斯诺和马海德上了那辆车 你们前有赌 后有追 难道他们插了翅膀飞走了吗 就是飞了 也能看看鸟影啊 寻作 难道你还会把责任 推到西北军和东北军头上吗 外国人 长得都差不多 老胡有可能看错 老胡你什么意思 连我可能看错 衣服不可能吧 他们上这时候 确实没穿牧师的衣服 五二七百 误会 一定是误会 请少帅放心 我一定 严惩不但 张学良来电话问罪了 不是找凶手 是笑话我七北无能 笑话党掉处无能 这一定是东北军的花招 现在讨论这个还有必要吗 老胡 今天这事 辛苦是由你跟我一块单着 要不然许多还不知道怎么收拾我呢 你看清了吗 当然看清了呀 看清了怎么会丢了呢 我也纳闷了 你说人怎么就突然不见了 老胡 你也怀疑我 我怎么会怀疑你呢 老胡 你帮兄弟分析分析 寻作对这次的事情会怎么处置 别想太多了 人正不怕影子歪 我跟你说事情没那么简单 上次 肤施的事 我就觉得蹊跷 那次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捅我刀子 这次不一样 我自己撞到枪口上了 凶多吉少 肯定凶多吉少 恐怕也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他们会没有 你想想 你在西安那么多年 你好歹是调查处的处长 就为这事 不知道 你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两个钱 不想想办 你怎么想办 你不想办 没有 我 去 說 你 尽管 我 他 你 不 你就没有一点感觉 细想想是有点奇怪 难道仅仅是奇怪啊 这可是通工的死罪啊 谁敢在寻作的眼皮子底下玩火呀 从我到西安 就没有几个人欢迎的 有的人还要把我撵走 可是他们的算盘啊 扒了得不够精明 我就是走 走之前 也要杀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给自己撞刑 训总 俗话说 强龙不压低头蛇呀 在我眼里 压不住低头蛇的龙 算不上强了 装扒 放着了 做我看 组长您来了 大家辛苦了 寻作很闹心 为了那两个洋人的事情 你们就不能让他高兴高兴 哪怕是扑点风捉点影 阴风鬼影倒是有啊 就看有些人是不是抓鬼的钟馗了 只要有阴风鬼影 肯定会有钟馗 张公馆附近 倒是偶尔会有一些型号出现 只是稍纵即逝 那为什么现在才报告 您知道 那跟老虎口一样 谁敢去碰 再说了 这信号来去匆匆的 很难抓 都别受分析了 还是小心一点好 那怎么办 这 都很认真 您走啊 好吧 真的完全是无事 就像一样改变了 都要找赡 很虽然 这事 咱换这手吧 典型的水土不服啊这是 我这儿啊 正好有包 从咱们老家水井里头 挖出来的黑土 你把它拿回去泡水喝了 两三天正没事 是 算了 算了 都是老乡啊 没事 不值钱 你谢谢了啊 这位先生 您是看病还是抓药 前几日家里有个老太太摔了一觉 也没摔坏 可就是睡不着觉 那应该是受了惊吓了 您别急 我给您抓两副药拿回去 老准吃得很快见像 谢谢 听口音 先生好像不是本地人 先生这耳朵可真灵啊 俺是从东北过来的 你只好想知道 有什么东西 坊 我个人赶紧 我跟着过来的 你这儿 小脸 我跟着过来的 把我那地上让小鬼子飞机给炸了 这一家老小都没了 抱歉 不过没关系 中国这么大到哪儿都是逃口饭吃 能适应这儿的杨山儿吗 不如猪肉炖炖条子香 真的 俺这胃子就得益这口 也不知道这胃子还能不能吃上 地道的猪肉炖的条子 说白先生说呀 中国啊 俺可是没少走 可是哪儿也不如俺那地上好 真的 你就是说这地上 冬天不像冬天 夏天不像夏天 这一出门啊 一不黄土门 听先生这么说 应该是去过很多地方了 俺跟这少帅走 他上哪儿啊 俺就上哪儿 俺琢磨着 俺当初跟少帅一块儿出的东北 总有一天啊 俺还要跟这少帅一块儿回去 打小鬼子去 这日本人杀人亲人的仇 俺一辈子也忘不了不好 会有哪一天的 好 谢谢 谢谢 一向无二活骨贼活人阴阳有三 变病还须变症 这话说得有道理啊 这位老先生是 奶朝的郎仲 他可不能算是郎仲啊 他是咱们宋代有名的大医学家张仲景啊 他对这草药啊那最有研究 张仲景 他好像是何男人 常杀人 在下财数学浅 没想到 抓了两副药 还长了这么多学问 以后还免不了要讨扰 先生客气了 不用找了 那谢谢先生 先生慢走 好 老五集散火速找我干嘛呀 正吃饭呢 上这桌吧 几位 抓药 抓药 抓你 不是 这是 不是 这是 哪里是 别打 别打 别打这个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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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长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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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误会啊 这个 误会 没 GM 我想 quen 怎么什么都没有呢 没谢谢 这 一桌record 追仔细了嘛 李芝 你说这么大一幅画 这背后怕是能藏下不少东西吧 组长英明 果然是空的 孟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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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费劲了 把买药的将来我都告诉你 是日本人 徐总 徐总 招了 确实是日本特务 胡处长 这回你是真没让我失望 你是怎么发现的这个郎中 徐总 是这样的 事出突然嘛 我想着先审他 审完了再跟您汇报 其实这个人是武组长发现的 他通知我抓的人 要不这样 我把他找来 亲自向您汇报 老王 走 徐总那儿 干嘛 徐总想知道 你是怎么发现那个日本特务的 人不是你抓的吗 你就是 是我抓的 可不是你指点的吗 咱什么关系 我不会贪你功的 不是贪功 走 功劳是大家的 什么呀 人是你发现 没你发现我能抓得着吗 对不对 你干嘛去啊 吴小姐 着火了 你说呢 我这儿要去寻坐那儿 有急事 我每次来你都说你有事 他还真的是 每次你来我都有事 老五抓了个日本特务 这不立大功了吗 回头咱们好好宰他 行 我来的不是时候 你们忙吧 我去黄秘书那儿等你 等等等等等 苏干事 吴小姐来了 苏干事 你来得正好 带着吴小姐 到你那儿待会儿 我们这儿 正好都有急事 好好好 吴小姐 吴小姐 怕吴小姐和小黄吵起来 两个女人弄不出什么好事来 我怎么觉得那个苏静对吴小姐 有点儿 是吗 小心烫啊 日本特务也太猖狂了 居然敢把电台藏到张副司令的眼皮底下 是啊 这个信号我追了很长时间 都没找到 没想到五组长一出手 就解决了 跟着五组长干 有不少立功的机会吧 是 吴小姐 我还真希望 您以后在五组长面前 能多替我们眼睛去 说实话 能抓到那个郎中 多少有点碰运气的成分 要说起来 还得感谢寻作 让我去张公馆蹲点 蹲点期间我无意中发现 张公馆附近多了一家 一家 药店 我记得以前那好像是一家杂货铺 东北军在那进进出出 生意还挺好 出于好奇 我就过去看了看 跟郎中聊了一会儿 越聊 我觉得他越不像一个郎中 越聊 我觉得这个人越可疑 疑点有三 第一 我借故家里的老人摔了一跤 想抓点药 他连问都没问 就把方子给我开出来了 第二 这个人说话的方式很奇怪 他跟我说 日本人杀他亲人的仇 他一定忘不了一辈子报 这话 其实也没错 但是就是听上去病 第三 在他的药店里挂着一张张仲景的画像 医生哪 因为觉得他可疑 就跟他聊了一会儿张仲景 结果发现 这个郎中不但不知道张仲景是哪里人 连张仲景是哪个朝代的都弄错了 把东汉末年说成了宋朝 他当然不知道了 搜查的时候呢 药店里什么都查不到 看来看去我就觉得那幅画像又可以 结果电台就是从那儿搜出来的 所以我马上给老胡打了电话 老胡连饭都没吃 及时赶到 才把那个郎中抓了个征兆 吴组长一些话 说着简单 听起来可不简单啊 我早说过 干我们这行的 要多读点书 要做个杂假 可有的人呢 他就是不听 细心 也是吴组长的另一大利人 葛先生 要把这个案例当成教材 会的 吴组长 吴小姐 你说这个时间了 马上就要去下班吧 这部组长 还在许多年没回来呢 要不然 请你去吃个饭吧 没事儿 再等等博音吧 审这个日本特务的时候呢 我上来什么都没问 先是正正烦烦给了二十多个嘴巴 因为当时我就在想呢 咱们以前呢 也抓过日本特务 这日本人有一个特点 怎么挨嘴巴都没什么反应 结果这个日本特务 还真就没反应 所以当时就断定了嘛 肯定是日本人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人还没审到 还得接着审 胡处长说得有道理 还可以再细瓦一瓦 好吧 抓日本特务 是博音的事 当然了 胡处长也功不可没 再往身里挖一挖 这事儿 还是博音负责吧 好 那我就再试试 胡处长分析得有道理 没准这个人 还真是条大鱼 那就送到草垫子吧 让他好好的 把肚子里的东西倒一倒 说不定 还真能挖出 跟菊剑关联的事情 寻作分析得及时 我猜想 这个人十有八九 就是菊剑 电话响了 我接个电话啊 好 我是 麻烦你马上带两个人 把那个郎中送到草垫子 好 我马上去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许靠近她 对了 胡处长 这个吴小姐还在我这儿呢 您 那就让她回去 吴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所长刚刚来电话说 她在许多的有事 让您别等她了 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吃饭吧 我倒真想跟你一起吃饭 可是您听到了电话刚刚来说 让我也要出去 我要把那个郎中啊 送去草垫的监狱 不好意思 你们都忙 合着就我一个闲人呢 算了吧 那我走了啊 好 那我送你 来来来 好 慢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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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 你干什么吃着你啊 我看你就是这个 你曾经想放逃局见是不是 徐总 他们火力太猛 我们没有防备 行了 你去包抓一下 你们都去吧 不幸中的万幸啊 还算你命大 这枪算是替我挨的 我组长 您千万别这么说 这么说我担待不起 再说了 没伤到骨头 养几天就好 没什么大事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组长 您应该去看看吴小姐 她等你半天了 吴小姐 没说有什么事吗 没说 好像 就是想和你一起吃饭吧 吴组长 这次都怪我大意了 要不是因为我让局见跑了 你在打交处 那就立大功了 你也以为我是那种图虚名的人吗 不不不 我不是这意思 但是我图什么 你一定知道 而且你也能帮得了我 对吧 走 这位 你应该是什么 何先生 识不相瞒 你的字画转手之后 我们发了几笔小财 当然了 这钱要咱们俩一起花 要是我一个人花了 以后葛先生可就不给我写字了 班机长 我怎么感觉 这像一个局样 我就好像进了一个套 对 钱套 这自古以来 就没有人跟钱过不去的 人人都想进那个钱套 可是发愁找不到这个局啊 我真没想到 有人见钱眼不开的 马机长 事可而知最好 我写的字质多少钱 我心里有数 这个 那年太多了吧 葛先生 这自古以来啊 中国人好面子 说钱有铜臭味 官场之人最忌讳和钱打交道 可是自古以来呢 又推崇文人雅士 官员买卖自画 就成了刘芳千古的故事 葛先生 您是雅士 这钱没有铜臭味 有的是墨制的香味 再说了 这字值多少钱 写字的人说了不算 买字的人才说了算 好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 拿着 拿着 你怎么就那么不长记性啊 我看见吴小姐房间里有个男人 你还说 我说的是真的 他房间里真有个男人 我还听见吴小姐跟他说东洋话呢 我看你是在说鬼话呢 从明天开始啊 你不准出这个院子半步 谁啊 是我 佛音呢 对 来了啊 怎么那么晚啊 怎么了 进来 来 这么晚赎罪来的吧 下午 一直忙 忙还能忙到现在呀 是啊 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怎么也不吃点正经饭 就吃这些东西啊 还说呢 我一个人哪有胃口啊 凑合呗 嗯 哎 要不 你陪我出去吃宵夜吧 好啊 真的啊 那你等一下啊 我换衣服 晚饭你也没吃吧 没有 没有 我去 走啊 哎呀 好 已经到第六十 hill了 这之前 发展上拖小速的 什么時候 告诉你 把碟子找到 射� 这些 所以 就算咬了 饭 你们刚刚 走 走 老胡 最近你们挡调处是够倒霉的 平平失手啊 行了 别奶糊不开提奶糊 这回跑得真是局劍 我也不知道 反正伍伯英说是 人都已经跑没影了 说他是玉皇大帝也没地方对峙去 跑了好啊 他要真是局劍 厉头等功的 肯定是那个伍伯英 你老胡 最多跟着喝口汤罢了 我倒宁愿喝口汤啊 万一那天人是被你抓住了 我不是连汤都喝不着 说来说去党调处 君特处 到底是难兄难弟啊 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也好 看他气味往后看看独大 菜怎么还不上来 菜怎么还不上菜啊 您稍等 我就给您看一下 葛寿之给你送什么好东西了 我是给他行贿了 真的 一大笔钱呢 那郎中真的是日本特务吗 少帅也要抓日本特务 少帅也要抓日本特务 还没来得及下手呢 他居然藏到了张工馆的门口 胆子也太大了吧 明天我要告诉少帅 对了 我们会员会还要给你们送锦旗呢 千万别 丢不起那人 为什么 因为人跑了 跑了 对 怎么会让他跑了呢 光天化日之下 从我们挡掉处 眼皮底下跑了 苏靖还受了重伤 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了 算了 你也别多想了 跑了就跑了吧 没准啊 你不是什么大人物 不是大人物 不是大人物 不花那么大力去救他 就一个小楼了 就一个小楼了 八成就是局剑 局剑 嗯 嗯 那他再出现你不能放过他 反正你抓过他一次 你对他的面部特征应该有印象 一定不让他再跑了 他能光天化日之下 从我们挡掉处手里跑了 我只能说明有家贼 嗯 嗯 大少爷 走 大少爷 您不吃了早饭奶嫂 就这事 啊 不吃了 昨天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胡处长武组长联手抓了一个日本间谍 根据搜查出来的密码和其他资料 可以得出结论 这个间谍 就是局剑 只可惜啊 这个局剑 在压解的路上被截了 昨天我们去药房抓人 不可能一点动静没有 有一点反应是正常的 可是把人截走 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责任在我 往复的不够大 不够结实 我把这个事情 跟南京总部做了交流 我的后背 只冒冷汗啊 此次我到西安 有一个使命 逆而不宣 现在公开无法 这个使命就是 我代替委员长 考察陪都 委员长好好地找什么陪都 南京不要了 陪都陪都 怕是把整个中国都陪进去了吧 就是 未战先阙 这不是逃跑吗 安静安静 日本人的野心 不止侵占东三省 万一战祸再起 南京的位置 义工难手朝不保夕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啊 委员长的眼光很长远 他选定了四个陪都地点 西安 洛阳 武汉重庆 首选西安 另外 古时候在世界上 那都是强盛的朝代 周 秦 汉 唐 均定都于秦陵以北 被水以待 可是现在共产党 进了陕北 惡人在林 西安定都的价值 就大打折扣了 重庆的价值上升 另外 洛阳也是在备选之列 可是没有同关 和东川之险之手 阻止不了 日本机械花部队开进 委员长派张扬进脚赤匪 目的是安内攘麦 可是这等绝密的事情 竟然被日本间谍掌 据我所知 他们已经在西安 布下了特务之网 搜集情报 并且把西安 画成了地图 大志山川小志胡同 承报给关东军 我想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个地图意味着什么